好 大家好 我是名義的創辦人羅俊玉 大家可以叫我羅師傅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主題是腰痛 那選用的是這個火星計畫 出的這支mini-2 它的優點是在同級裡面 地道跟震動的頻率最大的一個 可以按摩到我們比較深層的筋膜群 那一般我們腰痛的成因 無非就是久坐久站 一些不良的姿勢引發的 所以放鬆肌群主要是在腹部 大腿跟臀部 那這些肌群因為比較豐厚 所以就會選用這支筋膜槍 來教各位如何放鬆 這個比較深層的腰部的肌肉 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腰痛 所以我們先從腰痛的成因開始 第一個就是我們腰椎呢 有一個前凸的曲度 那引發腰痛緊繃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你前面腹部的核心 連到臀部的核心 再連到大腿的前側的核心 有些緊繃 有些失去張力 所以呢 我們會先從放鬆前面的腹部開始 那我們現在選用的是這個 mini 2 比較硬面積比較大的這個頭 轉速呢 因為腹部的核心跟臀部的核心 肌群的肌群都是比較大 所以我們轉速最好是開到4 好 我們開始 好 首先呢 我們從肚臍這個位置 好 旁邊呢 大概三指寬的地方 好 這條呢 是我們的複直肌 這個複直肌呢 我們可以沿著這個複直肌的肌腹呢 一直按到大約在尺骨的位置 上下來回的放鬆這個區塊 我們完整放鬆完這條複直肌之後呢 再從尺骨的這個位置 橫移 左右的橫移 做橫向的放鬆 一直放鬆到我們前面 複直肌有一個最凸的點 你摸下去會有硬骨 這叫做複直肌前上肌 好 好 我們前腹的肌群呢 放鬆完到複直肌前上肌之後呢 要從這個前上肌的地方 沿著這個複直肌的線 從側腹移動到腰部的肌群 好 我們開始做這個動作 從前面肌群沿著這個複直肌 慢慢地轉向側腹之後 往後移動到正中間的脊椎 在這一段開始呢 我們做上下的腰部的放鬆 好 我們接下來就要放鬆大腿 跟臀部的肌群 我們先從前側開始介紹它的連結 好 我們剛才從這個複直肌 叫前上肌 好 這條線呢 我們一直把它連到 冰骨 就是你的膝蓋骨頭的最外側 以這裡當作一條線 這是大腿前側的肌群 好 沿著這條肌群呢 我們會放鬆到 側邊的臀部到側邊的膝蓋的肌群 好 一直我們會放鬆到 後面臀部的肌群 一直到大腿 膝蓋後方正中央的肌群 這三條路線 OK 這條線呢 我們先摸到前方這個 腳骨前上肌的位置 我們從這個腳骨前上肌的位置 開始出發 好 這是大腿前側的肌肉 好 我們可以稍微微彎一下膝蓋 好 讓你按摩槍更容易接觸到 你的肌肉群 前側呢 慢慢的移動 到 側面的臀部的肌肉 好 一樣把這條線呢 放鬆到 膝蓋的外側 好 慢慢的移動到 跟剛才我們轉到 後面腰部的位置 我們一樣從這個腳骨 脊的下方 我們這裡有完整臀部的肌肉 好 一直移動到 大腿後側 到膝蓋正中央的這個位置 好 這屬於我們大腿後側的肌群 那最主要呢 我們左邊跟右邊呢 要一起平衡這些 前 外側 後側的肌肉 我們腰部才可以做完整的放鬆 好 我們今天教學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好 我們後續呢 還會持續退出 其他相關部位 筋膜槍的按摩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人 請持續追蹤我們 民意養生推拿館 還有火星計畫的官網 還有粉絲團 我們今天的教學就到此結束了 謝謝